各位,上次说到六月的夏季,这日早上,司狼看出的天就快转南风了,于是就急急忙忙回府,披挂整齐,对福建总督姚启胜和阴差李光地就说了, 机不可失,时不我待,要立刻渡海作战啊,这件事情来得太突然了,李瑶两个一时就昂了,姚启胜卓义的眼光素视了司狼一眼,嘴唇动了两股,只什么都说不出,李光地的面子一下声白了,他向前一步,急急口问, 是,是不是真的,司狼饱经风霜的面上,那些皱纹动都不动,好像一砖石雕那样,还会有假的吗,今天实会转大南风,正是进击澎湖的好时机啊, 各位,你们别看,李光地刚刚来福州的时候,就一尾吹人家进兵,但是今天突然之间事到临头, 他反而显得很不安乐,呃,这样,这样,事将军啊,我已经拜执,将这里的情形奏名圣上, 估计这两天一定会有圣子到的,可不可以再等一下才出兵呢, 司狼根本就没有将这个白面书生放在眼内,咬住牙港, 将在外,军命有所不受,箭在言上不得不发, 这阵时,就算是皇上变卦,我都要立刻进兵了, 总督姚启胜眉头紧皱,突然间他拍案而起,很激动的, 好,千古一时,不要言误,全令,升仗, 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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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军将前,好像行闷雷那样,响了三声号炮, 大碎声将,那些全夫声,从中军就一直送到去国营房,厕所, 那些军事立即忙碌起来,着衣披甲,配攻带刀, 结队向教场聚集了,只见私囊居中, 里江地,姚启胜一转,又站在帐台上高, 三个人都被热到湿了,只好像钉一样钉在那里, 动都不动,这么大的一个教场, 即时变成一片直正,就得海浪的哗哗声, 一阵阵传来,更加增加了这种消杀的气氛, 私囊穿着身处处的狗网五爪朝服, 外罩一件黄马寡,眼光阴沉沉寒心心, 只能让他大声下令, 请天子宝剑, 砰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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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是石破天荆那样三声炮响, 八个教委就抬着剑架,攻在帐台正中, 点着台上的香足,三个人依次就行大礼,退到一边, 施浪上前一步,声约红中那样大叫一声, 还为仗士,灾,本都督, 供奉圣明,代天土役, 今天拜祭海神,出海, 说完,他在桌面那个盒子里, 就拿了个黄布包出来, 再供回在桌上, 起立向桌前单膝跪下,就行了礼, 又供身过去,拿出里面那些东西来, 众人一起看实, 看到私囊手里,原来拿了一堆铜钱, 他神情庄宗, 把铜钱拿在手里大声说, 弟兄们, 这就是本提督昨晚拜海神庙, 请来占卜用的神物, 总共是一百个康熙铜钱, 到时就在台湾海域图道, 如果我军出师顺利, 就应该有九十五个以上的字面向上的, 一言计出, 张台上下就个个变貌失色, 一百个铜钱, 不断乱扎出去, 谁能够担保有九十个以上的字面向上呢, 李刚地听过他这么说, 那面就叹声变得又青又白, 心想, 这个师娘搞什么花招啊, 那我来回头看看总督姚启胜, 看到他那面也毫无血色, 李刚地就忍不住走前一步了, 那师大人, 请不必作此无益之举, 师郎就说, 出师, 如果果真有所不利, 生死有命, 师郎愿一身成当, 请上天默示, 讲完就打了个眼色, 那组有两个军事呢, 台上一张很厚的毛毡出来, 就铺在台的中间, 然后又将台湾海域图铺在上面, 师郎手捧铜钱, 杀有介事地向天逃告一阵, 双手一样, 杀, 那一百个铜钱就杀到整地都是了, 那有些轮来轮去, 有些好像陀螺那样猛地转, 过了一段时间, 全部定了, 拍下了, 那些将士的心, 个个离起了, 黄恐不安地轰上去看, 只见一百个铜钱, 升罗其报, 杂乱无章地拍在毛毡那里, 黄光闪闪, 大家的心在那里数吧, 一, 二, 三, 四, 五, 六, 啊, 居然有九十九个铜钱的字面向上的, 总兵馆陈莽第一个点员, 我再摸摸摸摸摸了半天, 双眼望着那天, 突然跳起狂叫, 啊, 全部都是字啊, 全部都是字啊, 杀时间, 墙台上下就轰动了, 李光地扔出手筋, 骂额头的冷汗, 兴奋到满面红光, 姚启升就双手猛地初来初去, 啊, 天助我也, 天助我也, 南明南你们一帮武将, 整身的血流伏伏声, 真是想拔劍向天狂舞, 司狼一手拂开李光地, 目口目面讲, 李大人, 又要阻拦, 既然那天有定数, 就必定会保佑我军, 旗开得胜, 人来, 将你的铜钱拿钉钉实它, 抬出去, 鼓岳双咒, 超视三军, 几个教委就蓄拥着那块毛毡抬了下去, 一会儿就传是郭迎将士山夫海少那样的万岁声, 李光地心思机灵, 突然想, 嗯, 难道有九十九枚铜钱, 是专门住了两面都有字的, 他就不敢将这个想法讲出来, 也跟着那些将士在那里高呼万万岁, 李光地就估对了, 事情的确是这样, 不过这些不是司狼的主意, 而是康熙的一条妙计, 在年头那时, 司狼拜别皇帝, 康熙就叫上书房的大臣, 和身边的太监走开, 那么就静静地将一百个两面都是字的铜钱, 就赐了给司狼, 叫他如此这般操作, 以鼓舞士气, 司狼带了回来之后, 仔细一想, 怕万一有精明人起疑心, 那么专带在里头就换了五个出来, 现在这么来, 众人就信了十足十啦, 那时, 司狼见到康熙妙计成功, 士气大振, 自己也抖手精神, 从预备好的酒程度, 就倒了一碗酒, 下迈将台中间, 向周围一洒大喝一声, 总将士, 听本税宣布军令, 咋! 有进无退, 咋! 林敌畏缩者, 宜悟军机者, 不遵号令者, 建危不救者, 咋! 咋! 诗狼看一眼姚启胜, 那时意叫他开声说一下话, 姚启胜就撒声, 揽前一步, 大大声地说, 台湾之战, 主上日夜招劳, 万众桥手盼望, 现在兵精良足, 船肩炮离, 上天保佑全胜海船, 大丈夫立身于世, 建功立业在此一时, 愿与诸君共勉, 说到这一句, 姚启胜一个大转身, 登登登登登, 走到诗狼前边打了个签, 姚启胜, 原奉子督扮良享, 现有李光地大人, 以阴差身份坐镇后方, 启胜敬请随君出征, 为诗狼大人致命是从, 如有失误, 金当军令, 千人一出, 全场震动, 旁堂总督大人, 亲掌丝郎行礼请应出征, 并且立下军令狀, 这都算是破天荒的大事, 人人激动到, 心里啪啪跳, 丝郎都还没答话, 那个阴差李光地就走迈你, 启胜兄一片诚心, 施将军你就答应了, 学生不才, 愿助振福州, 保障大军粮食淡水和火药供应, 并恭候二位海船归来, 施郎担高头看天, 已经是新牌时分, 即是现在早上七点多钟, 他将手一揮, 就下了命令, 传我将领, 即是升旗登岚, 中军大旗在红重的军岳中, 掩掩升空, 这时南风骤然而起, 吹到那面堡蓝色的象旗聂聂作响, 上面收着一行游敬的鹅王大志, 阴差大臣, 太子太保, 统领水师, 游刀督师, 大旗在南风中飘荡, 旗艦后面, 满载水兵的战船一列一列, 按照顺序驶出港口, 波涂翻滚的海面上, 升起了团团煞气, 收复台湾的海战开始了, 在施郎的水军之中, 有南明南理两兄弟, 他们都是山东人, 当年收太和殿的时候, 出了不少力, 被康熙皇上偶然见到, 见到那两兄弟身强力壮, 是当兵的好料子, 就将他们两个收在斯郎军中, 现在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军来了, 他两兄弟感到黄恩浩荡, 无以报偿, 所以约好了, 要比赛施杀, 专门请令, 在中军坐舰旁边, 就割坐一只炮舰, 这两条船, 就行在全军的最前面, 天气炎热, 船上高的人, 个个穿着一条短裤, 一个一个杀气腾腾, 显得零洩醒目, 中军之外, 零两路, 就各七十艘战艦, 由陈莽和毅明两个总兵带领, 就分击鸡龙罪, 和牛心湾, 又有八十艘战艦, 就设在中军的后侧, 有时就救应各方, 无事就作后备使用, 红蓝令旗在阵台上高, 遥伤呼应, 艦队就按照斯郎旗舰发出的号令, 不断地变换着队营, 海面上, 画角, 豪炮不绝于耳, 惊得那些海鸥瘡黄, 那样忽起忽落, 出诗的第四日, 南风越加猛烈, 风吹战滥, 好像箭那样驶去, 好像一条条石大无比的巨瓶, 在海面上破浪前行, 折起很高的水花, 澎湖岛渡渐渐渐近, 岸边凸起的招石, 好像怪兽那样在海途中若隐若燕, 但是岛上高, 一点动静都没有, 姚启战滥, 他说是文人出身, 即将接敌, 心里就飓飓跳, 两个手握着船员, 又湿又疲, 全部都是冷汗, 他出力吸一口气, 来回头对斯郎小笑说, 鹏湖的首将, 不是刘国谦, 带了几十年兵, 为什么这么乱斗啊, 他早就应该炮击我船, 乘机出击这样才是的啊, 斯郎手中的望远镜就一直没有放低, 撲上船员的海水, 打到他全身湿了, 听了姚启战这么说, 他动都不动这么回答, 岛上已经有动静了, 刚刚说完, 咚一声, 岛上那个大炮已经震天响起, 集中打了斯郎的中军旗舰岛, 周围即时击起一片水柱, 哗声就倾射到船上了, 与此同时, 若某一百艘敌船, 就驶出港口冲流以来, 斯郎很沉着地将手中的红旗一摆, 前队二十八门大炮, 三百支鳥枪就同时发出, 这些大炮射程远, 换装火弱又快, 就是后座力大一点, 每次发炮的时候, 船身就会劇烈地抖动, 呼, 呼, 那些炮弹划过海面, 落在岛上高和敌人的军舰上, 杀时间就浓烟四起, 敌艦上被炸飞了的旗巾和炸断的围杆, 就抛入大海里, 赌上那些兵士就很慌乱地四围跑, 听不见他们叫什么, 没多久又平静回来, 斯郎估计, 当然是刘国谦在杀人整顿军纪, 果然没多久, 岛上那些牌炮, 又兜头兜面地压过来, 斯郎的旗舰四周水没蒙蒙, 几杖以外就什么都看不清, 海天都在迷漫的一片混沌之中, 斯郎急忙吓令, 打其余, 左右两翼不必顾我, 速攻鸡笼罪, 牛心湾, 占领滩头, 连气叫了几声, 哎,身边那个旗手动都不动, 斯郎就火滚, 生声拔劍在手, 走过去就要斩这个客人, 暈了一个水兵, 但走过去就整个昂了, 原来中军旗手已经被炸死在船檐旁边, 只管他还抓住令旗站在树, 斯郎又感动又焦急, 一手抢了两支令旗, 大声叫, 姚启升, 你来指挥旗舰, 港元一个建步就登上倾斜的旗台, 趁着打旗, 向陈网、毅明两位总兵官就传发号令, 杀时之间, 左右两翼的火炮震天, 牛心湾和鸡笼罪两个地方就同时起火了, 这时前锋的战艦已经和敌人冲在一起, 大炮失去作用了, 在战鱼与黄, 枪齿爆斗之中, 火箭就大展神威, 双方都有几只兵舰的帆被立着了, 红红的火光中, 围杆的爆裂声, 鼓声, 吶喊声, 惨叫声, 战艦的碰撞声, 白人伤搏的格斗声, 和大浪的喧嚣声, 搞成一团, 斯郎的左右两翼军艦, 已经占领了摊头, 敌艦就显然放了手脚, 又派出二十几艘艦, 开往左右两翼, 救应后路了, 这一来, 中路的形势立刻就分明了, 刘国轻, 细丹力薄, 就寡不敌众, 只好一边施放火箭守护, 一边就明金收兵, 慢慢退后, 斯郎眼见敌人退路意断, 不禁仰天大笑, 叫二旗手打其语, 命令全军进击敌人的摊头, 并且亲自雷鼓, 述领中军穷追狂打, 哎呀, 怎么知道血战之中, 冷不防一枝冷箭逃离, 射向斯郎的左眼, 总督姚啟声大概一声扑过去, 哎呀, 那有什么办法呢, 一样是无计可施, 两边守护的亲兵见到煮碎重伤, 血流满面, 即时就怕得呆了, 只见斯郎兵攻, 中前一步, 他很猛烈地说, 你这个傻嘎嘎嘎, 你这傻嘎嘎做什么, 快点命令南氏兄弟强攻, 那天快变了, 說完,他在這裡冷笑,拼命一拔 將左眼道的箭拔了出來,但是連眼睛也扯出來 姚啟勝見到驚心動拍,搶前一步,屍狼兄 屍狼一手扶著鐵欄,額頭的青筋就爆起了 忍著劇烈的疼痛,苦笑一聲 啟勝,還說你是出名的姚大膽,何必做這種兒女姿態呢? 看之法夫,仇之父母,豈可隨便棄之 古代名將,有淡精大戰的,難道我不夾他們嗎? 屍狼說完,手震震地將那隻眼睛一塞塞進口裡,一伸頸,吐了下肚 然後啪聲,咬斷那支箭,拋入大海,咬著牙子命令身邊的兵丁,打! 說完,咬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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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咬 再次